桌子上摆满生活必需物资 由新北市板桥爱心食尚会所准备 101年开始进行学期末送给弱势学童 9年来聚集会员们的爱心 每年约目帮助板桥地区石锁国中校 而今年关怀弱势学童的行动 不受疫情影响持续进行 但改以提货券的方式进行 让他们到店家取货 这么年我们其实都是送物资 那有时候看小朋友提大包小包回去 都觉得小朋友还蛮辛苦的 那我今天就想说 如果我们今年改用提货券的方式的话 帮小朋友挑一些健康的食物 让他们过年可以享用 或是爸爸妈妈如果在上班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可以享用的话 这样是不是就减轻小朋友 跟家长一点负担 于是就找了一个在地的一个企业 就去跟他合作 大家目前反应效果都还不错了 希望未来可以再继续的合作下去 也谢谢全年公司 这次有特别加上我们卫生纸 还有帮忙制作礼券 真的很感恩 一份提货券金额是500元 池上会依据学校提供人数 将提货券送到学校 再由校方统一发送给孩子 这一份礼物能够让他们感受到 板桥在地社团的关怀 很感恩每年都来帮助 这些需要协助的孩子 然后还有大姐们 所以其实我相信孩子收到的那一瞬间一定非常的温暖 像去年还自己去买了被子 对啊 那我觉得很少看到说这个愿意协助孩子的单位有这么用心 然后会长还自己去买 然后拎着过来这样子 那今年又看到一堆家里很实用的这个家用品 我觉得孩子一定感受到会长跟这个会的大姐们的温暖 板桥爱新慈善会表示 弱势孩子无法选择家庭 因此外界的关怀对他们来说更为重要 而已经进行九年的善心活动 期望在会友的认同下持续办理 为弱势学童带来一份年节礼物 记者李立如新北报导 我们特别做